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秘的传说谜底究竟是什么 请收看此期1001个玩意儿之《走进科学》秘密宝藏 废弃古堡中竟然有一个尘封多年的电影室 在不起眼的地方 一个尘封以紧的壳子静悄悄地等待科学的破解 乍看之下壳子并不起眼 然而它却是地下室破土而出唯一完整的东西 想打开这个盒子并不简单 这个盒子貌似有古堡家族的神秘工艺 多少年来都没有人成功地打开盒子 破解其真正好秘 现在需要利用人类智慧的结晶科学来真正揭开盒子的真相 用现今的符号学来破解封印是一种方法 但是并不奏效 有时候暴力也是一种解决方法 但是面对这个盒子 暴力解决也宣告失效 面对这个冥顽不灵的盒子 科学家们陷入了一筹莫展的窘境 这是一个年轻气盛的吃货科学家 让我们来看看它的解决方法 奇迹发生了 封印被解除了 看来吃货才是解开封印的不二人选 我们成功用科学解开了盒子的封印 破解了古堡之谜 原来古堡的秘密宝藏 就是传说中能吃的恐龙化石巧克力 这个秘密终究被人类揭开了 谢谢观众朋友 收看本期的1001个玩意儿之 走进科学 本节目由第一个玩具趣味测评平平台 1001个玩意儿开挂推出 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 有理有惊喜 想一边吃一边搞科研 尘土飞扬的考古现场和巧克力怎么结合 八杆子打不到一起的事情 简直想都不会想到 然而来自日本的 Macius巧克力厂家就非常会玩 推出了十分新奇的 侏罗纪恐龙化石巧克力 巧克力盒子长18.2厘米 高4厘米 宽12.5厘米 重约300克 外面有一层普通的塑风 拆开后乍一看 是普通的纸质盒子 细一看就会发现 包装盒子上映出了鳞片的质感 包装正面上映有恐龙古石的图案 精巧的包装简直让人实在太想知道盒子内部有什么东西了 考古吃货们快来一探究竟 打开卡片 映入眼帘的是精美的卡通恐龙图案 有一段简短的关于恐龙的说明 大致和百度百科的恐龙说明差不离 而卡片下半部分就是这款恐龙巧克力的化石图案 沿线剪开就是一张精美的科普明信片 不得不让人佩服厂家巧妙的小心思 考古这么复杂的活儿 要敲击 要挖掘 要扫土 这款巧克力负责的小工具倒是有模有样 但和真正的考古现场工具一比 咦 缺少了铲子 多了一把勺子 锤子有一定的分量 第一步是一个勾子 可以配合刷子勺子 完成更精细的动作 刷子是用来刷下层巧克力碎片和沙土 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道具咯 说明书上不仅有恐龙的简介 还写了玩法和吃法 当然少不了的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我的大锤子已经饥渴难耐了 想想就要进入巧克力发掘现场 心情还有点小激动呢 现在就拿起大锤子动弓吧 虽然说明书上写表面薄又硬的巧克力砸碎 就可以突破到巧克力沙土的部分 但这层巧克力致命而坚硬 不用点力气很难打破 砸中了又很容易把下面的化石砸碎 砸轻了又完全打不破这一层 嘿呀 看来考古发掘真的是个需要耐心的工作 好不容易吃了 啊不砸碎了第一层硬核 现在我们就要进行细致的清扫工作了 一点点清理好让化石慢慢的显现出来 吃这一层沙的样子的确不太优雅 但可以向小伙伴们显摆一下 自己真的做得到大口吃土哦 经历了繁复的工程后 刚被发掘出来的化石恐龙 带着巧克力的甜香呈现在我们面前 从骨架来看 这是一条霸王龙 由于考古人员工作的不细致 化石有些许破损 然而无伤大雅 反正这些碎渣渣也都是会进肚子里的 恐龙像是胡雕一样嵌在巧克力里 细节到位形容清晰 较好的显示了恐龙的特征 除去地表是黑巧克力 味道略苦 沙土和化石本体都是牛奶巧克力 相对来说较甜 考虑到整体的分量 这一大盒可不能一个人独吞 不然体重增加可是刚刚点 这款侏罗纪化石巧克力有三款造型 分别是霸王龙 剑龙以及梁龙 满足了不同的恐龙爱好者的需求 但是外包装上并未标志恐龙造型 如果想全部凑齐的话 还需要点印记咯 而在吃的过程中加入考古元素 既满足了孩子们的好奇心 也满足了他们对天时的热爱 一边让小顽童们动手来体验一把小小科学家的浪漫 一边来品尝巧克力的甜美 一举两得 岂不美哉 而且这款巧克力的做工和味道 也对得起两百元左右的价格 这么匠心独孕的一款巧克力 逢年过节时来一发 讨小朋友的欢心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想知道下期节目又会有哪些好玩的玩意儿吗 关注一千零一个玩意儿 每周四顽皮上演给你好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